人家說看這個人收藏什麼書 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A書 歡迎來到我們台中市 金火博物館的台中藝館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超人真少年的辦公室 今天是一個特別節目 就是我們的製作人呢 他希望我們在一集裡面 可以帶領大家開箱一下我們的超人真辦公室 然後不過呢 我們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呢 都會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公司會做一個整理跟打掃 那今天呢是禮拜天 所以等一下你如果看到非常多混亂的東西 就請你忽略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製作人會安排在禮拜天的時候來拍這一集 首先呢 這間辦公室大概是在兩三個月前 該隔間隔好了 那隔起來的原因呢 其實就兩個 一個就是我想吹冷氣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外面工作打漾 做一些東西 會有一些粉塵飛進來 所以以前電腦上面都會有一些灰塵 然後後面呢你就會看到有一些 以前歷年就是做的一些作品 那這個辦公室呢 它比較像是做一些Sample 樣本的地方 然後我們真正主業就是做一些大型的 工藝工程嘛 工藝工程 還是做一些雕塑啊 裝飾啊 公共藝術啊 然後呢後面上班 一定要有吉他嘛 上班有吉他生活才會快樂點 還有後面 這個 水汁呼吸 這個很酷喔 有沒有聽過大海的聲音 那班公圖 辦公中有兩尊關公 那一個關公是很好的一個朋友 他爸爸他們叫柯佛像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那每一個人呢 在辦公室裡面一定都會有一個書櫃 人家說看這個人收藏什麼書 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A書 我看的書很雜 不過這幾年都很忙 所以就沒有這麼認真的在看書 那我們就往裡面走 從這邊出來勒 那就是有一些我們的樣本 剛剛說 跟大家說可能我們做一些作品 都會有一些小小的Sample 或者是有的沒有的 小的檔打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大型的 所以大家在看到我這邊的工具 其實它都是一些比較輕型的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你就會看到 第一個我們很常見到的一個工具牆 這個就是用那種棧板木去做的 然後會掉一些 我比較常在這個區域做的 小工具 或者是零碎的東西 然後每次做一些工作 你一定都會剩下一些材料 然後剩下一些材料你就會 儲存在這裡 紅鱗槍 然後呢在這面牆呢 就是在我們去年一年半前 剛開頻道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的工具牆 這工具牆我大概用了 七年八年有 就是天鋼 這個其實就是我 會比較常使用的工作區 所以裡面就有安全鞋 那安全鞋呢有一雙 真正工作在穿的安全鞋 跟另外一雙出席重要場所穿的安全鞋 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不太一樣啊 形象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這個 的身材好像 搭在大家這個牆面好像不太好看 穿個衣服 冬天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電鑽 可以把 電鑽拔下來 把它插下去 它可以當充電器 然後它也可以 當作你冬天發熱衣的 衣服 瞧啊 常常跟人家講說 你看我的肛門是不是很帥 進到裡面就是我們一個泡下午茶的地方 這裡呢就是我們一個 平常 開會的地方 就大家可能在看過阿嬤香腸灘的那一集 我們跟惟玉的老闆啊 或者是跟聲哥啊 然後大家在開會的那個景 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 植物 看起來心情就很好 天氣好的時候陽光灑起來很漂亮 旁邊這個很帥 這是 用石頭切片的喔 就是岩石中 是用一種很厲害的技巧 把石頭切得很薄很薄 我們最近的新寵物 大家都覺得 岩木有沒有 就很爽 吃飯的桌子 非洲幼木 但是你知道嗎 非洲幼木就沒有幼木 好 繼續往下 我們換個背心好了 我將後面這樣注意 來喔 大家好 大家好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恭喜喔 後面要秀上什麼那個 超認真主委 你可以叫我 超認真少年 熟悉的人都叫我 超認真少年阿載師 我的朋友都稱我為 工業潮流人士 超認真少年阿載師 你也可以稱我為 台中軍火部 工業潮流男子 超認真少年阿載師 反正我以前拍那段的時候 一定MG超多次 然後勒 這個桌子呢 其實就是我們員工的辦公桌啦 你可以從這個桌子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間公司的員工 均勁喚散 散漫 這個桌子是由一個乒乓球桌構成 公司喔 你所看到的家具 看到的辦公桌 看到的牆面 全部都是我做出來的 我跟你講 想當年齁 我們連隔間都自己隔 你知道為什麼隔間自己隔嗎 不是因為我們做得比別人好 是因為我們沒有錢 沒有錢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那個 萬物人最精的本能 然後你就可以做出很多東西 好 接著看另外一間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這個就是呢 在我們 去年 不是去年啦 從今年開始 最多的場景 就是在我們這個 木造的工具牆上 所以你到現在已經知道 我們有幾個工具牆跟幾個工具人呢 各位觀眾 我告訴你這個根本不算什麼 歡迎來到我們 台中市軍火博物館的台中藝館 台中軍火自我 來這個工作站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天鋼 喔不是天鋼喔 沒有我怕那個 名詞很相信 大家男生聽到都很開心 各位朋友 工作站 就是我們custom定製的 以前沒有錢都自己做 現在 長大有錢之後 你就可以找人幫你做囉 這個工作站有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感覺 原木 你知道原木是什麼感覺嗎 就是爽 天鋼非常適用於各種一般人跟強迫症患者 好比說就是它上面 這個東西都會有一個小鉤子 它的鉤子有非常多的形狀 有這種 圓形的 然後鉤形的 長的 短的 雙邊的 當然它這種鉤子也是非常強壯的 然後這種方孔的基礎掛鉤呢 非常強壯 所以你只要 放上兩三個 你就可以輕鬆架起一個 長長的梯子 它上面工作站的整個方式呢 其實也是有 好幾種 然後不管你之後放架子 還是放盒子 放箱子 然後再來是下面呢 下面這個東西也都是系統化 從小至小櫃 大至大櫃 你今天不是放這樣嗎 其實以前像會用這種工作站的 它都比較像棄培廠 或者是放一些刀模刀具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 就是 有Sense的工人 想要做工業風的朋友 或者你是一個 有Sense的廚師 好啦阿基斯今天要教你們 饕甲婆的方法 就是不管什麼東西 我們通通把它拿去爆漿 通通拿去爆香 我們在炒鴨油的時候 熱油快炒 這件事情很重要 大火第一個最重要 第二個最重要的就是 花錢找廚師來做就好 所以無論如何你是一個 愛家的好男人 一定要幫自己的媽媽買一個 很棒的工具牆 其實現在工作越來越忙了 但是我個人一直有心願 可以跟我媽媽好好學做菜 就我媽講起來可厲害 她以前是付賠媒的學生 不知道付賠媒對不對 趕快Google她 但現在正值一個 事業起飛的時期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要幫我媽媽開一個頻道 超認真媽媽 當然啦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音樂人的話 也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沒關係我習慣每個月把錢花光 沒關係的我其實習慣自己的錢 車前的人早習慣了 就這樣吧 算了啦 這是我們新專輯 今天路過 像這種工作站它的好處就是 它不用頂牆 然後你可以把你要的東西 上牆展示完之後 有一天 假設你已經Key給處 然後你就賺了很多錢 換到更大的地方 還是你去換到別的地方或搬家你都可以 把所有的東西直接移植過去 然後當然在坊間大眾你會看到很多爛貨嘛 就是一些做工比較差的啊 或者是結構做得不太好的那種工作站或工作櫃 那種工作站 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 它的沉重力 或者是它的結構還是它的穩固感 那一定會有很大的差別 它其實一般你的大眾組合 裡面它還有就是下面可以放椅子啊 然後上面可以裝洗手槽啊 然後還是你可以在你的原木桌子桌邊跟它做一個高度的搭配啊 就是我覺得那個都是可以去做的 不過 以前他們從來都沒有黑色 從今年開始 他們有黑色搭配原木色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我上次看展覽的時候有看到白色 我覺得白色也蠻適合一些小公主們的 然後像他們的孔巢呢 旁邊都可以跟他說你要裝電 裝電呢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這邊你可以裝USB的 然後裝黑色的 反正就是110的電啊 還是220的電 你自己從背後傳好就好 不過當然大家也不一定要像我們做到那麼浮誇 就一開始的時候你先選好你要選機密的 挑選你下面的組裝 你需要哪一些功能 或者是你的工作裡面主要是屬於哪一種特性的 這就是超認真適合的工作宅 然後當你的下面的櫃子挑完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挑桌面 首先就是你的桌面想要用什麼桌面 就是有金屬的有鐵的有木頭的 然後中間選完了之後呢 就是你就可以選擇你的上面 它有沒有需要再掉一些櫃子啊 還是有沒有需要掉一些就是折窗折板啊 所以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是使用一種 就是模組化的方式 然後讓你可以搭配勾子 去排除自己要的強迫症的感覺 然後它的勾子就上面都會有一個小小螺絲可以鎖 以後確定你要把它固定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螺絲好好的供在裡面 然後呢他們有這種 他們量產的商品 就是你可以上面一邊看圖 然後一邊做資料 然後就可以一邊這邊做 然後或者是呢可以當一個小型的工作站 下面這邊有煞車 旁邊他們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安全扣 然後裡面呢就能夠放上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除了一般手工具之外呢 你也可以放一些平常的正常的東西 所以一般你就可以選擇一些standard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custom shop 就是定製的 但如果你今天你不知道怎麼選 你就可以去天鋼 對天鋼 他們上面有提供一些空間擺設的一些服務 就是大家可以去參考參考 做一個自己帥氣的工作站 然後其實你看這麼大一面牆 他們那天大概也是花半年就裝完了 所以他們公司都有可以幫你配送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要工作站的話 可以找他們 好下一站 走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人少年 這就是我們最常見到的模樣 那在這個泡茶桌上面呢 就是有 因為大家支持我們得到的獎牌 然後還有 滿滿的咖啡跟酒 不過其實跟大家說我本人其實不喝酒 我不得你說瞎話 然後我們在這個桌上呢 就是所有跟我們要談合作的人 就是一定都會在 這個桌上去談 然後我們那時候我們就會泡茶 超人的兄弟茶 然後我本人非常愛泡茶 我從小到大每天泡茶 就是從我阿公的關係 就是我覺得泡茶是一個 很棒的事情 他就可以偶爾跟大家交際益盛行 所以這裡其實也是 除了我們會跟客人談之外 我們的員工 或是我們 公司的人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放鬆 喝咖啡 然後睡覺 這根他超厲害的 他其實是一根喇叭 然後這個喇叭他是能夠直接抽換 然後放下來的 然後咧 你就一路到這邊 這是以前我做的作品 在美秋美術的販賣 然後顏色中的後面 還有一個玻璃 這其實不是一個 玻璃 他其實是一個 另外一個小空間 這個空間裡面 帶著一個 許多神秘的旅程 這就是我們新戰場 你剛剛不是唱過嗎 但是我們剛剛沒唱新的歌 以上就是今天 曹文森少年的 開箱工作室 狡兔三枯這系統一枯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開箱別的區域給大家看 然後如果你知道我這一枯在什麼位置的話 麻煩你千萬不要告訴人家 因為我希望我有我的私生活 那各位網友你心目中的工作室長什麼樣子呢 希望你都可以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少年 我們下次見囉 拜託 好嗎 沒了 OK好 來喝茶喝茶泡茶泡茶泡茶 各位朋友來對我走 我們這一區出去勒 後面就是一個泡茶間 非常的近 每次錄完雨就可以泡茶 這個門是幹嘛的 工具啊 你工具 你知道每一個人家裡面都有一個不能開的門嗎 阿里咕